Lapast Transform 在这一节想讨论就是Lapast Transform 要做微分或做G分以后 它在Time Domain会变成什么样子 比如我们这边看到它做微分的话 它在Time Domain我们等于乘上-T 它跟我们之前在F Function 那个Time Domain的小F Function做微分 变成是在S Domain乘上一个S 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作用 只是我们这边现在乘上一个-T 好 我们再仔细看它一些细节 好 我们看看就是这是它的Lapast Transform 然后它做一个微分我们会得到这个 那怎么来呢 我们就把它的方程式把它带进去 这是它Lapast Transform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对S做微分我们就把它围进来 因为里面都没有跟S有关 只有这一项 这一项对S做微分 我们会得到一个-T在前面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T我们把T相关的整理在一起 你会看到就是说 它等于相当是对这个做Lapast Transform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Lapast Transform应该会得到这个值 也就是我们这边所得到这个值 好 那在6.1它那边有一些一个Table 我们要导它的方程式 导它的方程式稍微有点复杂 那其实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导 比如说cosωt 它这是我们之前知道的 它得到这个方程式 那我们现在讲到说个把乘上T 乘上T它应该是它的这个的微分 它再乘上一个负值 这个微分乘上一个负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它个别是这样的一个值 好 那这边假如说 它这个我们再把它除上ToW 就把这个消掉 我们就得到这个 因为我们是要得到它 上面有个Table上面的那个值的一个形式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 跟这个把它加起来 然后说它做这个 我们做它的一个加法 把它加起来的时候 加或减 我们会得到这个 这个个别的一个方程式 好 那这里我们再做一个变化 一个除上ToW 一个除上ToW的三次方 是ToW的三次方 那这边的次序我们把它变一下 把它变一下 所以把这个负号就把它拿掉 因为这边是加法 加法就没有关系 我们就得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Table 我们上面的那个方程式 那意思是这个的反栏数 就会得到这两个 这个反栏数就会得到这一个 好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么复杂的它的反栏数 我们就会得到它个别的这些的结果 好 那我们来刚才是尾分 我们现在来看积分 假如它是积分的话 它的反栏数 我们会看到它是除上T 那这跟我们从time domain的积分 到S domain 它是这样这个 不过我们这边要注意它是从S到无限大 它这个time domain的积分是从0到T 0到T 好 那它的证明就是一样你把它带进去 把它带进去 把它做一些整理 把值 因为我们后面要得到是跟T有关系 所以那里面的东西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那这个的积分 这个积分你会得到这个值 因为它是从S到无限大 你可以自己带进去试试看 好 那你把它得到这个值就把这个带进来 它变成那个F of T 本来在这里 现在把这个T带进来就得到这个 所以我们会得到它的积分 就是 的反栏数 等于小F T 除上T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假设我们有这个蛮复杂的这个 Mapar Transform的这个Function 我们要看它在time domain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要取到Inverse Transform 我们先 第一个先假设这个是等于一个F of S 好 那我们对它做微分以后 我们看看我们会得到什么 就把这个带进来做微分 做微分以后 我们经过一步一步的导正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结果的意思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形式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就是cos 这就是那个 这个除掉剩下一个它就是Constant 所以它的Inverse Transform 我们就等到2cos 到Omega T 减掉2 减掉2 因为它这个 这个是Lapar Transform 它得到值它应该是minus T乘上F of T 所以我们把它这样比较一下 我们就知道我们F of T 应该是得到这边的值在除上T 因为2我们把它提出来把它除上这个 所以这看起来蛮复杂的东西 不过我们用一个微分的一个方式来处理的话 你会看到最后得出来的结果还相当容易 不然你有这个Lin在那边你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如果Lin我们想要把它做微分的话 它得到方式是还算是比较可以解的 所以它很重要就是把这个等于这个 让你得到F of T 好 所以那个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在有些情况我们的微分方程式它比较复杂 比如说它乘上T Y'再乘上T Y'乘上T 我们把它做Lapar Transform的时候 你把它倒一下 因为T它就等于对它有点像微分的方式 所以它是对它的 原先这个Lapar Transform做微分 这个Lapar Transform 其实我们前面的它得到这个 我们对它做微分 因为这是Consent 所以它基本上是对这个做微分 这个微分我们会得到这两项 它二次微分 小Y的二次微分乘上T 那一样我们把它 一样把它带进去 以此类推 它这等于对它的做微分 那这边 这个要留下来 因为有S 那这边把它去掉 所以它是对这个 先对S²做微分 再对Y做微分 再对S做微分 然后再对Y微分就得到这个 那这个你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我本来可能是一个二次的微分方程式 可是我经过这转换以后 它变成在Lapar's Domain上面 S Domain上面的一次微分 所以本来是一个蛮复杂的 那个AT Lapar Plus B 再乘上它的二次微分方程式 它可能变成在Y Domain 这个S Domain上面 只是一次的微分方程式 或这个Y 那这个可能比较好解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它转换过来 解完以后再把它带回去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它就乘上T 它就直接解 当我们可以 我们之前第二章第四章有讲过 我们可以 可能可以带它 系列函数去解 那不过我们来试试 我们刚才学的这个方法 这个叫Laguerian Equation 我们把它用刚才的方式 我们把它转换成Lapar's Transform Lapar's Transform 那我们变成 Y它的一个一次微分方程式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DY over Y 那乘上等于它这边这个值 那这边这个值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因素分解 因素分解 然后把它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基本上到时候会得到Lin 这会得到Lin 这也会得到Lin 所以我们事实上 我们Lin就可以拿掉 所以Y等于S-1 这是S-1的N次方 那这在分子 它减掉这会变在分母S的N加一次方 就等于这个 好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做Invert Transform 它 不过它稍微有点复杂 因为它这个要直接做感不容易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像小T的N次方 它做Lapar's Transform 这是我们之前知道的 它等于S-1加1的N factorial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主要这样它跟这个就比较像了 比较像 我们得到这个 那再来我们把它做一个 再做一个那个乘上Exponential minus t 我们就得到这一项 这一项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再来我们对它做N次的一个微分 N次的微分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在S等面 它等于S乘上N次 S乘上N次 那我们看这个样式 跟这个是不是很像 非常像 除了就说它这是S 它S差一个1 还有N factorial 那它这个就是要再乘上Exponential of t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消掉 N加1等于是Exponential of t 那N factorial我们就把它除掉 所以把这个微分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它这带进来以后 我们就得到这个方式 从这边就变到这个 基本上这个常数项就消掉 然后这个再Shift by one 这个好 那这个方式 这个方程式就跟这个就是一样了 那一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说 这个的解 它的解就是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我们叫Rawrigus formula 就一个人Rawrigus 大家所发现的就是这边的解 就是这个方程式的一个解